各位新的朋友大家好 前两期我们分别聊了秦朝的官吏制度和军事制度 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体制 秦朝都领先于六国 所以统一了天下 秦国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 离不开商鞅的变法 同样寻求变法图强 从朝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那么本期我们来聊聊 商鞅和王安石以及他们的变法 先来说说这两位牛人的命运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 其子秦桧文王继位 同年商鞅因被公子前指为谋反 战败死于同地 随后失守带回咸阳 秦桧文王下令车裂于世 死后未获十号 公元1086年王安石去世 死后即获赠太父 配享宋神宗妙庭 后来还曾配享孔庙 被追封为书王 为什么商鞅变法使秦国强盛 新法被新王延续 而自身却惨遭车裂之行 王安石变法失败 死后却被追赠太父 配享妙庭 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完全相反的结果呢 先来聊聊商鞅 商鞅并非秦国人 也不是卫国人 而是卫国人 卫国国君的后裔 公孙氏也叫为卫央 或者称公孙央 后封于商 称为商鞅 此卫国是卫国的一个附属国 商鞅年轻时 在卫相公书座门下任忠书子 忠书子为国君 太子 相国的侍从之臣 那么卫国是如何 措施商鞅这样的大财呢 公书座临终前 卫混文王去探望 军问说江山鹤继托于何人 公书座回答说 我的忠书子 公孙央虽然年轻 但有大财 希望大王托于国事 卫辉王莫不作声 卫辉王刚要离去 公书座平退左右手 说大王如果不任用公孙央 那就一定要杀死他 不能让他离开卫 卫辉王没有答应 便拂袖而去 卫辉王走后 公书座召来公孙央 向他道歉 说今天大王询问 可以做相国的人 我推荐看大王的表情 是没有答应 我应当先进中军之礼 后进仁臣之责 对大王说 如果不任用公孙央 就应当杀死他 你可赶快离开 不然将被捉拿呀 公孙央说 卫王不能听您的话 任用我 又怎能听您的话 杀死我呢 之后 商鞅 闻秦孝公下令求贤 乃离位去秦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 先后两次 在秦国变法成功 使秦国国里 蒸蒸日上 孝公去世后 太子秦桧王继位 商鞅 因变法 得罪贵族阶层 最后惨遭车裂 并灭积族 但新法并未被废除 从公元前356年 至公元前350年 商鞅推行过两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位 废除旧贵族的 世袭特权 实行军功绝制 奖励军功 禁止私斗 实行编护制和连作法 重农 一伤 奖励 更支 奖励各体小农经济 其中 颁布法律 制定15连作制度 清罪用重刑 将礼礼的法经 颁布实行 增加了连作法 就是大家熟悉的 五家为五 十家为始 互相告发同罪连作 奖励军功 建立20等军功绝制 规定 斩首 甲氏 首级一科 赏绝一级 田 一寝 宅 九亩 扶劳役的 数子一人 各级爵位 都有一定的 政治经济特权 为底层百姓 打开的上升通道 勤军战斗力 越发的勇猛 重农 一伤 奖励 耕之 特别 奖励 可慌 大致为尽力从事 男耕女支的生产事业 生产粮食 不薄多的 免除其本身的谣逸 凡从事工商业 和因不是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 连同妻子儿女 陌入官府为奴隶 第二次变法 变法举措为 普遍推行 县制 费景田 开签末 统一度量衡 制定秦律 烧师书 进游学 加强思想统治 其中推行县制 把秦国划分为 41个县设县令县城 由国军任免 开签末 封疆 就是把原来的百步为亡 开拓为 240步为亿亡 重新设置签末和封疆 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 土地私有权 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 最彻底的一次变法 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 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 向中央集权制转型 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 奠定了基础 再来说说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王安石 籍贯临川 也称王林川 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亲为周县级别的官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 以晋始第四名入世 神宗继位后 体为参知正世副宰相 从贤宁三年起 两度任同中书门下评章世宰相 推行新法 北宋中期社会矛盾计划 官僚地主大肆吞并土地 民不聊生军武斗志 王安石新法目的 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并抑制大官僚地主的筋并和特权 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主要解决理财和整军两大问题 积极推行农田水利 清苗 军书 方田军税 免疫 市役 保甲 保马等新法 所谓的 王安石变法 或西宁变法 拿出去给咱们集体聊聊 清苗法 在清缓不接的时候 有困难的人民 可以向官府请求放贷 等到丰收之后 百姓还款 并结清利息几个 因为老百姓有低息借钱的地方 不用再去向地主阶级借高利贷 有效的抑制了土地兼并 从而侵犯了大地主的利益 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阶级 必然刻意反对 所以很难全国实施 免疫法 官府的各种差异 民户可以不在自己服役 改为 交纳免疫钱代替 以前不服役的官僚地主 也要交纳 然后由官府雇人服役 从而减轻了农民的劳易负担 增加了政府收入 方田军税法 政府重新丈量土地 核实土地数量 然后按土地的多少 以及肥级征税 力图抑制土地兼并 增加政府收入 保甲法 政府把百姓按住户重新组织 每十家为一宝 每五宝为一大宝 十大宝为一都宝 交由两个男丁的 抽一个当宝丁 农贤练兵 战时随军作战 从上面的内容看 王安石的变法 确实有助于 滚固宋王朝的统治 增加政府收入 但是极大触犯了 大地主大官僚的力 由此遭到了太后 和许多朝臣的反对 最终宋神宗 扛不住压力 致使变法最终失败 那为什么王安石 失败而活 商鞅变法成功却死 商鞅入秦 被秦孝公重用 仅仅29岁 然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 比他还年轻 仅仅22岁 怀变法图强的雄心壮志 在为24年坚定的支持 商鞅变法 强力压制贵族阶级的撤手 同时秦国从战国时 二流的国家 跻身于一流强国 并从魏国手里 夺回河西之地 打开秦国东出的大门 国军坚定的支持 和国力明显的提升 促使商鞅变法取得了成功 也正是因为相同的原因 在秦孝公死后 贵族阶级无理由改变心 只能把仇恨 发泄在商鞅身上 王安石推进 新法阻力重重 两次罢相 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 沈宗不够坚定 一怕得罪两宫太后 二怕出乱子 他总想平衡 要求变法的新党 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 同时对辽西夏的战斗 和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上 短时间新法的措施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西宁变法期间 王安石抗议西夏 宋军两次战败 损失惨重 王安石变法失败 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得以保全 由于政治风气比较宽松的宋朝 王安石却得到了善终的下场 至此 本期视频分享完毕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